大家好 我是乐娜 欢迎您来到乐娜的英国乡村生活频道 冬季已到 万木凋零 正是制作草木灰的大好季节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如何在家安全的自制草木灰 首先要选择较为空旷的地方 燃烧草木灰 准备一壶水放在旁边 如果有火晶溅出来了 可以随时把它碰棉 最重要的一点 是要使用专业的草木灰燃烧桶 这个燃烧桶的下面 有很多的洞可以通风 另外它的盖子上 有一个像烟筒似的拔风 非常好用 这个看的比较清楚 大家可以看到底部的这些小洞 能够的蓄劲氧气 有助于树枝等燃烧 对于我们自身来讲呢 如果是长发 一定要旁起来 或者是要戴上帽子 千万不能劈头三把的 非常危险 点火非常方便 一根火柴 一张报纸 另外呢 加上一个纸质的环保鸡蛋盒 就完全可以燃烧起来 草木灰除了含有钾 银主要的元素之外 还含有多种植物生长的营养元素 因此呢 草木灰是营养非常丰富 而且呢 来源广泛 成本呢 比较低廉 养分齐全 肥效明显的 无稽农加肥 草木灰能够使植物和植株生长的健壮 增强其抗病虫物 与自然灾害的能力 此外 还具有提高植物抗旱能力的作用 草木灰还能够促进植物的生根发芽 特别是防止植物的落叶 将草木灰和清水充分的搅拌 然后呢 静止一段时间 除去渣子以后 就可以作为补充的养料 能够提高叶片的生命力 防止呢 早期脱落 增强光合作用 能够促进花果 美观艳丽 草木灰还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 可以防止植物的各种疾病 草木灰还可以防止虫害 特别是牙虫 红蜘蛛 蜗宁等害虫 在植物上 喷洒草木灰液体肥 可防止花果上的牙虫 草木灰由于有众多的作用 因此也被称为万用灰 所以说有了草木灰 花草肥料不用抽 在燃烧草木灰的过程中 全程不要离开人 随时呢 有可能会见出一些火星 另外有一点呢 也非常重要 就是要安抚好家中的小动物 动物的天性呢 就是怕火怕烟 因此呢 它们看到火焰之后呢 就会感到非常的焦虑 狗狗非常聪明 燃烧之前 它已经预感到了 躲在屋里不再出来 要将这匹马 从马厩里放出来 放在草地上 如果把它们关在马厩里 它们看到了火光 闻到了烟味 就会不停地嘶鸣 长叫 豪地 在草地里 它们会静静地看着 随时准备逃生 草木灰烧到这种状态 就已经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是最好的 可以呢 浇一些水 让它呢 熄灭 可以将烧好的草木灰呢 收到塑料袋里 一封起来 留着明年呢 慢慢地用 当然 草木灰呢 是越新鲜的越好 但是呢 夏天的时候 雨水太多 不太好烧 我们将草木灰和马粪堆肥 搅拌在一起 作为所有植物 种植时的底肥 并把它们撒在苹果树 以及各种越冬的植物 花朵下面 一场雨雪过后 就可以有充分的水肥 来帮助植物 抗病 抗虫 自己在家 安全地烧制草木灰 您了解了吧 喜欢的朋友 请您订阅留言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